看到这个就被吸引住了 哎呀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就动着心了 那个禅定就没有了 所以主要晓得 禅定那是真正的享受 定会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外部着相 内部动心 不受诱惑 然后就是禅定了 对不错 外部着相就是不受诱惑 不受诱惑就是禅 是 理念如如不动啊 但就是定 这样好好地修了 所以禅定就在生活当中 就在生活当中 说到生活当中 我们知道其实佛就是生活 佛学就是生活 那么在这个五大科目当中 还有实验 法师这个实验是哪实验 那么跟我们的生活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实验是高等的修行法 这个不是普通的 我们一般的时候 能够做到六度就非常圆满了 而六度真正做圆满 才能够进入普贤的实验 普贤实验的特色 就是清净心平等心 换句话说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平等 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 修这个普贤实验 普贤实验里面 比如讲第一条 他讲的离尽祝福 这个是修计 这个是修计